这一片金枪鱼鱼难好 一片就要150 三片的话450 我的天呐 哈喽朋友大家好 大胖 一个让广州自助餐老板 瑟瑟发动单就是我 今天我们去吃全广州 最贵的日料自助 听说那个什么熬虾呀 海胆都不限量 还有150块钱 一片的金枪鱼 走看看菜饼就好 到了 就这一家 咱们已经进来了 这家店看上去还是非常高档的 468 然后限量的是有哪家 那煮菜是这样的 牡丹虾限量吗 熬虾限量吗 都不限量 过来20份 对 蒜蓉生蚝也来10份 那先这样子吧 一会儿不够咱们再点 怕桌子放不下 对 怕桌子放不下 先上来一份这是什么牛肉 是牛肉 三锤生蚝牛肉 美女你们家上菜得快点了 真的 好慢呀 这样我吃5个小时就吃不完 不会他出30分 但是大概15分 嗯 嗯 芥末 嗯 真的 哦 枪子做了 哇这个芥末味道太冲了 直接冲鼻冲脑子 你看 哦 哦 眼泪出来了 千等万等 终于等来了一个盐菊罗斯虾 这个虾烤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来尝一下 来老兄干起来 嗯 其实罗斯虾的虾脑是非常鲜香的 你知道吧 一种很浓郁的香味 嗯 嗯 岩烤的这个虾肉 所以说我就说烤罗斯虾哈 比煮的好吃 对 这个虾肉看上去非常紧实 嗯 好吃 哇 这个真好吃 而且罗斯虾的个头特别大 嗯 嗯 它头上面那个黄一定得吃 你知道吧 超好吃 干香干香的 嗯 哇 嗯 好吃 哎你好 这个罗斯虾再给我来20只呗 真的好吃 哇 嗯嗯嗯 哇我的刺身来了 哎呦 哇 超大一份刺身 哇 这边的牡丹虾跟熬虾哈 看上去超级新鲜 哎呦 烤的外皮是那种焦香焦香的 哎呦 能拿起来吗 嗯 哦 好香啊 跟红薯一个味道 呵呵 嗯 给你们看一下他们家刺身的牡丹虾有多大哎 我去 里面还有纸那些 哦 尝一个啊 可惜哈 这边没有辣椒油 不然大胖要做蜜汁蘸酱了哈 只能蘸这个三葵酱了 刺身蘸酱 来第一口粉丝先吃啊 嗯 嗯 嗯 太棒了 哇 刺身蘸那个芥末酱油哈 其实还是蛮好吃的 说实话哈 但是没有我的蜜汁丹虾好 这就是牡丹虾 嗯 超好吃的牡丹虾 哎呦 啊 广州这个芥术厂老板要被我上的色色发抖了 哦 太绝了 嗯 这一片金枪鱼鱼难好 一片就要150 三片的话450 我的天呐 哦 上面还有这个金箔的点缀 来粉丝吃一口 嗯 哇 什么叫入口即化 这个叫入口即化 这个叫入口即化 这个是熬虾哈 这边的熬虾 牡丹虾 甜虾 通通不限量 这个牡丹虾是让我真的是榴莲忘返的 哦 也没有精油 哎 那个烤榴莲再给我来两份吧 好 谢谢 两大块哈 不是这种两半哈 四分四分 哦这个又是另外一种熬虾了 这个熬虾好像比较漂亮哎 肉质比较白 嗯 它这个肉贵贵贵贵贵贵贵 哎老肖 它这个海胆跟这个海胆有什么不一样吗 不是啊 它颜色不一样啊 它一个比较黄一个比较灰 一个马粪海胆 一个白海胆 哪个比较好吃 应该这种更好吃 马粪海胆吗 这种应该会更好吃 嗯 柔柔绵绵的 哎呦 这边还有海胆蒸蛋 哎 特别喜欢吃海胆 海胆蒸蛋 这个是 嗯 大海胆里面的骨骨就没那么黄 嗯 好吃 错了 这个好吃 这个有一点点苦 但是我吃的是甘甜的呀 你这是有点苦 甜甜的 这更嫩哦 这个好吃 这个比这黄色的好吃 上面满满的海胆 还有鱼子酱点缀一下 嗯 哦 哦 自助餐吃海胆是最容易吃维稳的 最少 吃好维稳 哦 这海胆蒸蛋好吃 你们有没有听到那个嘎吱嘎吱的声音 哎 这个叫什么牛肉 灶烧牛肉 就是拿火烧的呗 灶的烧的呗 嗯 嗯 嗯 好吃 哦 一块牛肉一块大葱 完美搭配 嗯 大葱也吃吗 好吃 它这个大葱哈 跟牛肉一起吃的话 它口感很奇妙 是不是 而且它这个大葱 非常的甜 非常的豹汁 很香 牛肉 味道也不错 特别嫩的那种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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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生蚝来了哈 我们的桌子上终于有食物了 我太难了 我真的太难了 可以吃可以吃个两个 哎 生蚝 嗯 哦 生蚝 不过哈 生蚝不是特别大 啊 跟蘸姜生蚝比起来还差那么多 黃酸特别大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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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铁板相近而干哈 嗯 嗯 好香啊 铁板松板肉啊 嗯 嗯 这个肉好吃 就猪那个 好像是下巴那边 今天吃东西的那块肉 但是这个肉好吃归好吃哈 油脂特别多 嗯 但是它这个油脂不会腻的 很香 骨板很好 这个我头一回吃哎 心口被煮酒 哇呦 哇 它的 它 它的亲口被很大 哎 亲口被非常非常大 嗯 嗯 对 更主要还是它原汁原味哦 肉汁还是很肥美的 嗯 好吃 首先这个青狗贝非常鲜红 非常鲜甜 好吃 又没了 又没菜了 还有个鲍鱼 这个是什么鲍 叫个清酒冷鲍 也是有酒 就是清酒煮鲍鱼 它有个淡淡的香味在里面 吃日料最大的精髓 不是说什么 而是等 吃日料就是等 给我来一份什么渣男柠檬茶 渣男 对 玲珑瓜汁 然后两个矿泉水 渣男柠檬茶 这个是渣男 这个是大虾天妇罗 超大 跟脸一样大 挺不错的 但是味道没有 不叫讲那么生物 好脆啊 嗯 好好吃 哇 哇 超好的 嗯 嗯 这里天天啊 说实话哈 他们家的菜品非常非常不错 做的也非常非常不错 就是卖 嗯 就是卖 来吧 这个真的超好吃 这被念 帝王蟹天妇罗 我第一次吃帝王蟹来做天妇罗 吃帝王蟹吗 嗯 不给你吃 很好吃 哦 这个就是鱼翅鲍鲍鱼汤呗 是吧 嗯 好浓郁啊 小女生小美女都特别喜欢的 知识菊蟹宝 来这一口粉丝坚持啊 知识菊蟹宝 嗯 哇 它里面蟹肉很多 做的不这么 没有这么香 奇怪 我觉得我在三亚吃过一个 知识菊蟹吧 就超香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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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么喝 为你们咋 为你们咋 为你们咋吗 渣男柠檬茶 渣男柠檬茶 为什么这个茶还叫渣男柠檬茶 渣男垂的 渣男垂的是吧 渣男柠檬茶是吧 不是渣男喝的 那你喝吧 你不要渣你喝吧 没有了吧 你看 我就吃的 渣男柠檬茶 这一杯渣男的墨茶 敬你们朋友们 哈哈哈 嗯 哇 果真渣 真渣 哈哈哈 渣心渣肺渣胃 渣胃 噢 这个牛肉可以直接这么吃吗 熟了吗 熟了吗 熟了是吧 我看你不是很确定的眼神 没有没有 哈哈 那奇谷小姐就好不好 啊 这个是寿喜锅里面煮出来的牛肉啊 你吓我一跳 我以为这不能吃 哈哈哈哈 嗯 还可以啊 好了朋友们 这期视频拍到这里了哈 喜欢大胖视频的 记得留言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头戏来了朋友们啊 哇 哇 一次性要了三十只牡丹虾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胖 一个让自助餐老板色色发的男人又回来了 好 听说太原这边有一家最贵最贵的日料自助 好 非常的高档 到了到了就这家 你好两位 咱们已经进来了哈 这边的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 你看呢 哎你好 咱们这边自助的价位有三种是吧 三九八五九八八九八是吧 三九八五九八二九八 不是有个听说有个八九八吗 没有 哦没有是吧 最高价位就是五九八 哦最高价位就是五九八是吧 那咱们就来个五九八的吧 五九八的那些限量的菜 都给我来上一份 都上 还有那个不限量的吃那个牡丹虾是吧 嗯 那牡丹虾给我来三十只 好吗 可以 还有哪些值得推荐一下的 咱们青龙是限量的是吧 地王蟹是限量的是吧 哦 上来第一个是他们的休闲甜品 哦 雪艳 看着非常不错 尝一下 嗯 有点像厌污的口感 非常的甜 哦 先开胃啊 好先开胃 这边上菜比较慢哈 先上来的是一份刺身拼盘 一份熬虾 每人限量一份的熬虾 太难了 一定要 刺身一定要沾上我这个蜜汁的辣椒油啊 嗯 哇 这个熬虾特别新鲜 如果不限量的话 真的太棒了 可惜了限量 帝王蟹哈 这个也是限量的 我来尝一下 它这个是冰镇帝王蟹 诶 好像你们家有一种帝王蟹做法 是姿势的做法 对吧 这个是每人限量一份的小青龙哈 看着非常的迷你 你看看这个做法 第一回是这种做法哈 像橘的又不像橘的 有蒜蓉的 又有蒜蓉 嗯 其实就是铁板蒜蓉小青龙 特别好吃 哇好香啊 哇 这个最好吃 嗯 嗯 这个598套餐里面既然小青龙限量 就太可惜了 要是不限量的话真的 太爽了 嗯 它是真好吃 哇 那个肉质超紧实 嗯 嗯 哇好辣 哎呦 用鸡肉去煮的螺对吧 用什么 哈哈 这个鸡煮冰螺 我第一次吃没吃过 嗯 嗯 冰镇海螺 口感很Q 那种甜甜的感觉 还不错好吃 嗯 嗯 好Q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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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 这麦鱼还不错哎 我很震惊 它这个麦鱼哈 是现烤的 不是那种素成品的吃 素成品的麦鱼哈 它真的是用现烤的麦鱼 哦 好吃 哇 嗯 你看到没 好吃这个麦鱼 这道菜叫醋烧引血鱼啊 嗯 哇 裹了粉砸了以后 外皮特别是焦香 很酥脆 里面的肉质白白嫩嫩的 嗯 这主要还没吃你知道吗 好吃这个 嗯 哇 嗯 好吃 还有蔬菜 菇底 光盘行动 不觉得浪费啊 本期视频点赞超过三万啊 咱们去干八九百块钱吃肉餐 走 哦 鹅干是吧 红酒鹅干 红酒鹅干 它中间垫的是什么 萝卜片吗 哦 对 哦 来 这是红酒鹅干啊 嗯 嗯 嗯 鹅干煎得很细腻 上面的鱼子这样点缀一下 面包片也不会太厚 你知道吧 非常香 也不会腻 你知道吧 好吃 鱼子 直接上手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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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菜是不是完全跟不上我吃的节奏呢 呵呵 但他这个秋刀鱼做法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也不知道 滴点柠檬汁哈 哦 一整个吃啊 嗯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他竟然爆汁 就他有话讲撇逼的吧 呵呵 嗯 嗯 就是挺好吃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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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整根 可苦 下一道菜 呵呵呵 重头戏来了朋友们啊 一次性要了30只牡丹虾 好在这边牡丹虾不限量 给它剥好了 一次性吃 上课就有这种节奏 吃牡丹虾的正确打开方式 就是这个辣椒油 千万不要去沾辣根 也不要芥末 沾这个辣椒油才是正解 太棒 而且他们家的牡丹虾 质量非常棒 很精鲜 太爽了 哇 哇很高 哇 嗯 好吃 再来一个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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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甜喔 好甜喔 这个是法式羊排 外焦里嫩 超好吃 还有每人限量一份的哈根达斯 我也少女一样 听说小女生都很喜欢吃这个东西 不就是冰淇淋吗 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这个还限量 冰牙齿 我听说这个哈根达斯在外面卖 这一个球就要60块钱 两个球就120 是不是有点太贵了 两个球120没了 我表示我吃不仅 这个是战斧牛排 战斧牛排 黑胡椒味道 下面有那种洋葱的香气 特别好吃 这被我自己煎太好了 我自己煎了 生好啊 单独来一口 嗯 酱烧鱼鱼 哇 最后来上一杯土瓶蒸啊 敬你们朋友们 爽 这集视频拍到这里了 喜欢大帮视频的记得留言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继续好好吃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胖 一个让自助餐老板瑟瑟发的男人就是我 今天我在厦门找到了一家广市自助 这边烤鲁哥什么都不限量的 还有鲁豬蹄 那今天给老板上一个 走 已经到了 现在咱们已经进来了 这边的烤鲁哥那些菜 所有的菜品都是不限量的 所以说这个 红烧鲁哥上面写的是68块钱一份 我们先来三只吧 菜已经上来了 这一桌子都是我一个人吃 没人跟我抢 来 这个烤鲁哥 哇 这鲁哥好香啊 这一只的鲁哥这一只的鲁哥在这边单价就卖68了你知道吧 自助的话你可以随便吃 点了三只 回本 哇 这鲁哥子肉真的很嫩啊 外焦灵的那种感觉真的超香 很新鲜很新鲜 真的很新鲜 你看 诱不诱人 超香 继继续咬好喝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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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一次性把这个烤鲁哥给吃到爽再说 哈哈 嗯 嗯 嗯 这个肉质真的超级嫩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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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烤这种鲁子哈 用老鲁子可能烤了就没那么好吃 就得用这种小鲁子啊 才香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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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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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一下 太美味了 这个叫红油蹄花是吧 我刚才以为是猪肘子 你看这个肉 其实跟 这个肉其实跟东北的那个什么 皮冻其实差不多的意思 非常Q 也非常肉味 好吃的 上面有一层那个猪皮 上面 猪皮里面包裹的那个肉啊 就像是那个火腿肉一样 挺细腻 嗯 味道还不错 这个叫什么红油操手是吧 哇 我感觉这边菜每个都好诱人啊 真的 哇 里边满满全肉啊 我想不通 这种餐厅怎么挣钱啊 嗯 128一位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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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有这个 广东的肠粉哈 这里边是辣肠 看到没 啊 料也是超豐富的 嗯 哇 这口感是黏黏的那种感觉哈 以前广东打工的时候最经常吃的就是这个长粉的呢 来吧每天早上都吃 嗯 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一个闽南特色五香调呢 结果不是呢 嗯 啊 他里边这肉的含量真的丰富啊 我的天啊 这肉不要钱吗 使劲往里塞 里面还是很香的 这个是芋头腊肠炒饭哈 我一次头一次吃 刚才偷吃了几口还不错呢 特别香 嗯 哦 这个饭炒的技术真的是太好 颗粒分明的 哇 它是属于那种干香干香的 嗯 本身芋头 它就有香味在吧 加上 那个辣糖的香味 还有鸡蛋 嗯 很不错 好 好 嗯 这个就是闽南的特色海力尖了 他这边上菜都是一整份一整 一分 看一下 哇 有没有食欲 嗯 好吃啊 哦 还有这一份汤 叫招牌老火亮汤 你看里面的肉啊 这骨头的食材 你就直接这么喝了 反正就只我一个人 哇 好鲜啊 好甜啊 这个汤啊 哇 我还是把它咬出来了 不错不错 吃了一圈下来 其实还是这个鸽子好吃呢 最容易回本的项目呢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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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的鸽子上面的油都是香嫩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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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那个肉啊 嗯 哦 就吃了 谢谢 嗯 嗯 好甜的 哎呦过瘾 哇 好了朋友们 这期视频就给你拍到这里了哈 喜欢大方视频的记得留言关注啊 敬你们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